。 谢金燕儿子的爸爸,藏了12年后竟然因为这封简讯爆了光!震撼演艺圈。 谢金燕2009年爆出未婚生死,震撼演艺圈。 谢金燕和生父诸葛亮恩怨情仇多年,她揭开诸葛亮家暴、外遇等家丑。 却绝口不提未婚生子的儿子,至今小孩生父依旧是个谜。 苹果日报报道,2009年7月,谢金燕透过简讯发表声明,勇敢承认藏子12年。 她为了专心御子,竟不交难有过长久的爱爱生活,连好友听闻也既心疼又吃惊。 自由时报则在同年多次拍到谢金燕和儿子外出用餐画面。 2009年8月,自由时报拍到谢金燕,又,疑似带着谢金燕儿子外出用餐。 2009年初,自由时报接过爆料,指2002年前曾目击谢金燕协年约5岁的小男孩赴美旅游。 因坊间不曾听闻谢金燕结婚生死,本报岁巡线展开查访。 先于6月4日傍晚目击谢金燕驱车载一家大小,共赴台北市公馆施麻辣火锅。 传闻中长根在他身边的小男孩也首度曝光,而谢金燕虽与小男孩关系亲密,却始终与小男孩保持距离。 6月23日早上7点,记者再度目击谢金燕的坐车驶离住家,把小男孩送到新店某处等候校车。 等亲眼看着小男孩搭上校车后,他才回家休息。 傍晚,谢金燕又开车到校车集合地接到小男孩。 隔天晚间,谢金燕和子子谢金燕带着名小男孩与另一男童,到罗斯福路的龙翔白老会映成观赏电影。 。 当晚谢金燕打扮得更低调,戴帽子,配眼镜还蒙着大口罩,而这位小男孩,正是谢金燕的儿子。 事实上,谢金燕曾感谢有机会让他公布生子讯息。 。 但对外界揣扰小孩的生父,一路从王世贤,黄沙奇猜到杨宗贤,他都不回应。 与他传绯闻的杨宗贤曾被列为最有可能是孩子的罢,但杨宗贤沉默三百天后坚决否认。 。 虽然朱哥亮爆出大儿子窒息内情,但至目前为止,谢金燕儿子身世迄今仍是一个谜。 。 参考来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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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